我们先把生姜粉大蒜放在一起剁碎 剁好之后呢 我们把它放进我们装鸡腿和鸡翅的盆中 然后再放入小葱把它裂碎 再来根据自己食材的分量 然后我们再加适量的盐 盐可以稍微多一点 我这个鸡翅有点多 加一丢丢白糖 然后加一点花椒粒进去 倒一点蚝油 然后加黑胡椒粉 再加点紫然粉 加一点生抽 然后再来加点料酒 然后用我们干净的时候 把它抓匀 如果大家想吃的快一点 可以用牙签 在那个鸡腿和鸡翅上面炸小眼 这样它入味会快一点 然后我这个明天早上才吃 我腌一晚上 所以说就不需要再炸眼了 用保鲜膜给它封上 放冰箱里面冷藏 明天早上拿出来 很快到了第二天 我们把鸡腿拿出来 这样间的鸡腿现在已经很入味了 我们再来调一个糊 然后用来裹在鸡腿和鸡翅上面 然后加面粉 我这个食材比较多 所以面粉用的也要多一点 之后在面粉里面加椒盐 然后加黑胡椒粉 再加一勺五香粉 然后我们加清水 说要一点点的加 加一点 然后把它搅匀 边加边和 好了 面糊大概这个稠度就可以了 好了 这个面糊贴好之后我们就把这个鸡腿 放到面糊里面 裹上面糊 把鸡腿和鸡翅上面的生姜大蒜 还有花椒粘去掉 裹上面糊之后再裹上一层干淀粉 一会儿我们炸在鸡腿外头就会非常的脆 裹上薄薄的一层就可以了 裹上淀粉之后撬打一下 把它们表面多余的粉给抖掉 放在这边备用 等一下就可以炸了 好 鸡翅也裹上粉 先把锅里面的油温烧上来 我们拿根筷子放在油里面看油的反应 像这样冒急速的小泡 这个油温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用大火来炸鸡腿 炸个鸡翅 先用大火把这个鸡腿炸定型 然后开小火 然后慢慢的炸 把里面炸熟 大概炸个8分钟左右 鸡翅就可以捞出来了 然后鸡腿我们继续炸 要炸一个12分钟左右 好了鸡腿也炸好了 这个都炸好了之后 我们再把油温升高 等一下再复炸一遍 让鸡皮变得更脆 油温下来了 给它复炸一下 大袋炸个半分钟 就可以捞出来了 这一盘的都是你的啊 加油 那我是不是可以去播那个大卫网 加油 看好你 好脆啊 好脆啊 中文字幕——YK